你绝对想不到 这是一套造价28万的三层欧式大别墅 这是位于河北省邢台人县的一套农村自建模块别墅 这套三层欧式别墅 从地基到封顶 主体只花了20多万 加上内装外装全部落地的话也不超过50万 哈喽大家好 这几天一直在公司做培训 了解模块建房的知识 今天带大家走进我们公司 自己建造的一套模块建房做起来的别墅 模块建房属于是装配式建房 也属于是新型材料建房 就是用模块钢筋混凝土做起来的主体 也叫模块钢筋混凝土复合墙 在我身后这套就是我们公司 自己制作一套样板间 它的主体占地面积是13乘11 140来平 然后是三层带露台的一个设计 建筑面积是400来平 现在我们用镜头第一视角 带大家参观一下这套模块建造起来的别墅 它是一个三层带露台的设计 整体风格就是一个欧式装修的风格 它的外里面是做的水包水的一个粉饰 然后入户门厅做的非常漂亮 入户门厅两边各有一根罗马柱 然后就是入户的大同门 然后我们进入欧式别墅的内部 看一下内部格局是什么样的 这内部呢是一个两室两厅 一厨一味的设计 这边是客厅 客厅的话整体是一个中式的风格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一套中式的茶桌 中式的茶几 然后在进门的地方 还租了一个中式的一个挂件 这边是厨房餐厅 卫生间 然后两个卧室 这里是租了一个两跑道的折叠楼梯 通往二楼 这就是一楼的一个情况 简单大方 特别实用啊 客厅非常的大 来多少客人都是容纳的下的 现在我们顺着楼梯去二楼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二楼 二楼是一个四卧两位的一个设计啊 由于一楼卧室比较少 所以二层卧室特别的多 中间是也放了一套中式的大沙发 顺着楼梯 我们继续到三楼 来登高望远 特别喜欢上面的大露台 三楼是一个两室一味的设计啊 然后我们顺着开门来到大阳台 我们已经来到了模块别墅的三层大露台 看一下上面非常的敞亮啊 空间足够的大 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 有一点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然后在三层封顶之后呢 上面做的是一个平顶起脊 做的一个红色的树枝吧 这个整体高空俯瞰的话是非常漂亮的啊 而且模块建房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 它是属于模块钢筋混凝土的一个复合墙 可以说是真正的百年建筑 像这样的一套模块别墅 从7DT开始算到主体封顶到拎包入住的话 只需要三个多月啊 施工速度非常的快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了解模块 了解模块建房的知识 以后也通过镜头带大家探访 全国各地的农村别墅 农村模块别墅啊 有中式的欧式的 包括新中式的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我们带你探别墅 谢谢观看